中國是全球最大的雜程電腦市場依賴晶片進口 去年的進口額近3,800億美元 而面臨全球晶片嚴重短缺 汽車行業首當其衝 合資企業尚氣大眾 在去年第3、4季度 部分的車營因為晶片短缺 面臨產能緊張 今年首季度的情況也未見緩和 部分的車營出現階段性停產 會根據市場需求改善生產計劃 而上個月底宣布 合肥工廠要停產5天的新能源汽車未來 創辦人李斌表示 那個工廠過去每個月可以生產1萬架新車 但是受到晶片和電池供應的影響 現在要應付每個月7,500架的產能都有壓力 預計這個情況要到第三季度才喚解 而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的數據 今年2月中國汽車生產和銷售 分別是150萬和145萬架 都較同期下降大約四成 其中一個原因是晶片短缺 有內地傳媒報導 小鵬汽車正在中美兩地研發自動駕駛專用晶片 預料最快年底試用 而有分析說新冠疫情爆發之前 車用晶片的產能飽和 但是疫情抑制了賣車等的消費需求 晶片供應商因此降低汽車晶片的產能 轉移增加製造手機、電腦等所需晶片 結果疫情之後車用晶片需求爆發 出現供需不平衡 太久了 呼籲 它 導致 IF 誰 厚 偏 иш 解